有個朋友在我的群組裏寫了一篇短文 我想和大家讀讀 說說我的感覺 題目是人秀之間 在大是大非前 正常人有正常的應對 在元朗官警黑 聯手合約一場一大龍鳳 恐怖施責 不分老少 要孕婦一載陰謀設計 壞殺學生 記者會上 可敬的記者 李君雅 代表具有諸越操守的記者群 向著嗜血喪失人性的特首高官呼喊說人話 你聽到年輕人在呼舊嗎? 你知道四位抗爭者用生命控訴暴政的絕望和無助嗎? 居然有人對之以輕妙的以死傷逼冷血 冷好令人不寒而慮 政見立場總有不同 人之所意為人總有個底線罷 向著不應命而勇於抗爭的年輕人 手潑污水口吐毒蛇 就是愛國愛港 你愛的是誰的國 你愛的是誰的港 說穿了 不過是惡如那滴眼淚 為自己一再埋默良心而作 自我開脫 自我安慰 這就是 我不想讀他的名字 免得引致人對他起底之慈律 總之有一篇文章在群眾裏出現了 我想在這裏回應一點點 第一 在元朗那次的事件 黑白雙方 我都要譴責 因為用了暴力 第二 在事源 有一位議員 他本身住在沙田 他的議區就是上水 走了過去元朗那邊 這個就不是回家了 而同時帶著七八十名 是專黑衣的人 去到元朗 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我們以為他做不到他想做的事 去到火車暫時 就是隔著那個收銀 是互相叫罵的 其間 其中有一個黑衣人 走了出去 那個 閘之外 被這班白衣人認到 所以就圍打 在這個圍打過程之中 就有一個婦人 就 在那個 戰圈之中走過 因此就被人打了 打到落地 那麼就 這個婦人事後就去 醫院 但是在醫院時 他沒有報他自己 還了人 所以就在醫館公機 那邊就沒有孕婦 曾經是 入院求醫的 但是 外面的新聞說他已經懷孕三個月 經過 施駕診施 診斷後證明了一個胎兒沒事 恭喜他 很希望他能夠順順利利 在這次事件之中 有45個人 曾經去醫院求醫 其中有22個要留院 在這四行人之中 有兩位女性 換句說話說 這班的 白衣兇徒 並不是不分老少婦孺 他只是選擇黑衣人來打 我絕對反對這個暴力事件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不是一個 特意任人打 所以現在 在網路上 流傳說 是 無差異 打人 我覺得不對 因為事實上 有45個人之中 只有兩位是女士 而這兩位很可能屬於 黑衣那邊的人 因此被打 那這就是兩邊的對女 是黑白的 戰鬥 而不是襲擊市民 當然 黑衣人 就已經網上 有些 影片流出來 他有換衣服的 換衣服的原因 當然我們不知道 可能他因為大汗 或者其他原因 但是黑衣人 可以在 前一晚 應該是同一晚 在 14日 那晚 在 21日 那晚 在中環 圍毆一個 老經的 客貨車 把司機打傷 把人家的車完全破壞 很可惜 在這個入面 他沒有提到 這個不是暴行嗎 如果我們要譴責暴行的話 我們應該要譴責這些暴行 同時 這位朋友很喜歡譴責警察 使用胡椒粉墓 用橡膠子彈 驅殺人群 但他也不提示 那些示威者 就把地上的磚 掘起來 扔警察 也不提示示威者 用鐵枝 扔向警察 這些都是攻擊性 武器 所以如果我們是要 譴責暴力的話 我們應該適當地譴責 雙方的暴力 即是說 黑衣那邊 都不見得 什麼特別的好人 在我的角度來說 至於 有幾個香港的市民 因為各種原因 自殺 而現在 那個反對派 將他們 當作 以死相鑑 因為他們的死亡 留下了一些紙條 那我就希望 大家千萬不要 引渡 或者誤導 或者任何方式 使年輕人 輕生 這是一個很大的 事 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 你輕生之後 你就沒有了 所以 我絕對反對任何人 將這些死亡 是英雄化 使其他年輕人 有樣學藥 我絕對絕對反對 我非常反感 就是這一句說話 他說這些 死的人 以死相鑑 是不是以死相鑑也好 我們不可以把這些 以死的人 英雄化 亦都不可以 利用人的死亡 做一個政治籌碼 我非常反感 對這一點 另外他說到 有個記者 在記者會裏 代表專業操守 笑死人 Anyway 香港記者 絕對不專業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當警察要逮捕 暴動人士的時候 穿著黃衣 那些所謂記者 就是阻撓警察 的拘捕 將這個要拘捕的人 拔去黃色那邊 被他投走 這些絕對 不是專業 如果這樣的記者是專業的話 那你個個都要打事物 如果你沒看到這段片段的話 我會 切在這個片段 在我的 片尾上給大家看一下 絕對證明 那些記者 不是 中立 如果是中立的話 麻煩你把鏡頭兩邊都向 向著警察同時 亦都要向著那些暴徒 把暴徒那些扔石 扔鐵枝 拍出來給大家看 這就叫做 專業 公平的報導 現在報導是 偏黃 非常非常之黃 好了 最後一件事 他就說 現在 香港政府 沒有 回應 我在其他地方說過 你的要求 不抵觸別人 一定要給你 你要還要 要了之下 別人收到訊息 或者不收不到訊息 不抵觸別人 一定要給你 OK 大家要明白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 人與人相加 互相一起的生活 你什麼都要 你可以有你的自由 但是 人家的自由呢 我們在身為一個社會裏面 必須和諧共處 你有抗爭 香港准利有合法的和平示威 但是在過去 這麼多次的所謂和平示威之後 都發生 嚴重的暴力衝突 包括破壞立法局 包括在途中 吐打 屠人 包括 向警察 扔石 向警察 扔鐵枝 當然 警察 用適當的暴力 向你射 胡椒糞 向你發射 催淚彈 向你發射 橡膠子彈 雙方暴力都不對 但在暴力衝突之下 你不要只說一方用暴力 另一方沒有用 雙方都是用暴力 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獻責雙方 不可以只獻責一方 否則你就是雙重標準 至於是否講人話的話 我覺得 你講良心話就是人話 但是你講假話 絕對不是 人話 人是不應該講假話的 我們中人的信字是 人字 變成言 人言為信 如果你說的是不對 沒有問題 別人告訴你不對 你改正跟正 我絕對接受 等於如果我講錯話 大家告訴我 我會公眾地更改我自己的東西 而以後不再重複 如果你已經知道自己的東西是錯 資料錯的話 而再不停地 重複一些錯的東西 這個不是人話 這個是大話 跟人話差很遠 拿了一話 但這一話分別很大 所以我是支持講人話 我是支持講真話 我支持遣返 譴責暴力 但我支持是平等地譴責暴力 我支持新聞自由 但我更加支持一個公正 中立的新聞自由 香港應該有法治 我們應該中法治 我們應該支持警察去執法 香港警察已經是非常非常之好的了 任何警察 他的政治立場 就是支持政府 沒有別的了 你說警察沒有政治立場 錯 政策一定要有政治立場 政治立場就是維持社會穩定 維持公共秩序 任何人破壞香港的公共秩序 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 這是我的意見 所以我跟這位朋友的意見非常不同 但是 我知道 忠言逆耳 我名字有個忠字 所以我的東西很難聽 不要緊 希望 聽好不聽好 這是我的意見 拜拜 拜拜